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本来是要跟西宇单独出去的 没有时间跟您说平安的事 真的很抱歉 别只跟我说抱歉那两个字 我希望是听到的是你解释 为什么 是因为那个孩子 就是平安 是吧 平安在很恶劣的环境下长大 父母离婚了 妈妈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爸爸喝了酒就会打他 最后还被遗弃在福利院里 真的很可怜 我知道那个孩子很可怜 但是你妈妈不是在照顾他吗 可能是那个孩子跟我特别投缘 所以他真的很依赖我 我也不忍心放下他不管 这就是全部吗 盈盈啊 我想说句我不应该说的话 但是我也必须要说 你这么做 是不是为了你死去的那个孩子 因为我估算着这个孩子的年龄 跟你死去的那个孩子 应该是一样大的 因为我估算着这个孩子的年龄 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你对我的欺骗 但是同样作为一个女人 你的心情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现在西宇那么喜欢她 那你就把她带到我家里来吧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谢谢妈 但是盈盈 我还是想告诉你 平安不是你死去孩子的那个体代品 真的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想要走出失去了孩子的那个阴影 你必须真真正正地去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孩子 还睡那地上吗 西宇她对我很好 她现在让我睡床上了 那么妈妈希望你们能够更好 听我一句话 给她多一点耐心 也给她多一点时间 真的 她可以的 我知道 在她的眼中 你不觉得很儿子 您也会对她的家庭 我会去联谍 你会去店银行 竟然吗 你会去店银行 我会去店儿 你会去店儿 我计算你的家庭 我会去店儿 你会去店儿 我会去店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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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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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